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朋友喜耀石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最喜爱的 十鹅长白草栏目 我们今天来开箱三种 意想不到的蔬菜水果 首先第一个 我倒出来给你们看 你们看到了吗 上面就是这种密密麻麻的 超多小水珠 我拿纸吸一下这个水 没想到吧 它不是水 我拿手指戳一下 会爆 这个东西它叫做冰草 它其实是一种来自非洲的 入侵植物 但是因为大家发现 比较好吃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蔬菜 我先来尝一尝它的原味 好神奇啊 它有它很独特的 就是那种植物的清香 最神奇的是 你咬的时候 它的每一颗小水珠 都会在你嘴里爆开 而且它水珠里面的爆浆 是咸的 是因为它会从土壤里面 吸收一些盐分 然后它就会有一些 天然的植物盐 但是我觉得细细品的话 它稍微有一点点的臭味 我们来凉拌一下 把这个底儿稍微摘掉 放一点芝麻酱 加一点盐 感觉被电污了 然后这一边 我们可以放它给我的沙拉酱 开始了 尝一尝 它拌麻酱好香 加上调料之后 就是味道很大很大 但是你的舌头可以感觉到 它上面的 那个一丝一丝的那个小球 就特别微妙的口感 接下来这个可神奇了 我盯这玩意儿盯了好久了 看 好像一个萝卜形的土豆 它真的比我想象的大好多 这个萝卜形的土豆 叫做凉薯 它的中文学名叫做豆薯 听说还有地方管它叫地瓜 在那个老板的西游记里边 那个人参果 就是用这个东西冒充的 听说这个玩意儿可以生肯 我洗完了 我的背包外这么长 给整开 这个是广西的 感觉好像有一些纤维的 我尝一下 它嚼下来是那种脆脆的 里面有非常多的汁水 有点像甘蔗或者梨的那种感觉 但是吃完了之后 嘴里就是那种渣巴鱼的 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但是土精味非常大 好像也有人炒着吃 我们炒一下试试吧 好辣 好像用炒土豆片的方法在炒梨 这个神奇小果子 叫做玉油肝 也叫鱼肝子 它好像是被耐血的茶带火的 耐血的茶不是出了一个霸气 玉油肝吗 你永远想不到女生到底会为了什么喝奶茶 据说喝了那个霸气玉油肝 一串串一天 让我来尝一尝它 它是那种脆脆的口感 非常非常的色 几乎是我吃过最色最色的东西 开始回甘了 开始回甘了 现在嘴里甜甜的 已经有糖的那种甜度的甜在嘴里面了 就是回甘到这种程度 它真的很神奇 这个小果子 这个糊长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像那个萝卜蜜筋 我切了大概30颗果子 现在我们来开始进行窜息实验 你们喝耐血的茶的那个油管会窜吗 我看好像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会那种 它这个渣子像海绵一样 我来了我来了 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它回甘一直会回甘到嗓子眼 然后你就会在痛苦面具和甜甜的中间 反复横跳 之后会不会关机 在后期的时候再告诉大家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点个赞 关个注再走啊 我们下期再见啦 爱你哟